好 现在我们离这个地方更近 然后下面的地方大家用绳栏上了 可能是因为太危险啊 不许与现在的其他的游客进去 这就是我要去的 这个叫搬家笔 稍微等我一下 我再查一下名字 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特别喜欢这个神庙 一直想过来看一下 好吧 现在外面下很大的雨啊 看到 这个雨说下去下 因为现在是印度的冬天 然后 我买把伞 然后继续我接下来的行程 这个雨终于停了 真的非常意外啊 印度人下雨是不打伞的 所以说他们上升了也不卖 他们人也不用 还真的不用你知道吧 所有人就在那等着雨 然后停了再走 反正不停有的人也走 我就等了一会儿 然后果然啊 印度这个雨反正说停就停 也很快啊 我现在呢 往阿格拉斯水井方向去啊 看到了吗 它就叫这个名字 对 然后它其实中文叫阿格拉斯水井 对 是 是德里市中心的这么一处景点 然后是免费的 对 然后所有人都可以过来看 过了一个小门 好多人 啊 sorry 哇 蛮壮观的 给你们看要我成功 特别陡 而且非常深啊 很多人都在这合影 然后今天下雨嘛 老实讲路有点滑的 对 它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景点啊 它实际上被包围在了这个 啊 居民楼之间啊 你看一下 给你看一下我这边 看我身后了吗 对实际上它被包围 包围在了一个居民区之间啊 然后你要不特意找的话 也不太好找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它里面的样子啊 你看这是它里面的样子 看到了 哇 这我要小心点 今天特别滑 啊 漂亮吧 我觉得这个地方 我觉得地方超级漂亮啊 这是我这次来德里 这个城市 我觉得最漂亮的一个景点啊 而且没有制衣 特别好看 特别壮观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景点 确实不收费的 它其他的那些 我个人感觉都还好 这个真是很值得来 OK 我们现在试着往下走一走啊 这地方真的蛮滑的 因为这个坡特别大 而且今天下雨 但这还是阻挡不了游客的热情啊 你看啊 多少本地人在这 今天下着雨啊 然后还是有这么多人来啊 这个地方真的挺值得来的 我觉得 德里超值的一个景点 而且免费啊 对啊 外面 外面雨 外面的雨实在实在是太大了 然后我就决定打一个叫 Tuk Tuk这边的 对老外是这么叫 当地有另一个叫法 然后我是Uber这个软件打的 一共是68卢比 然后我就5块钱人民币啊 基本上跟我小的时候 那什么港田 什么三崩的是一个价格 就超级便宜 这个车我现在自己一个人坐啊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司机师傅啊 小伙非常年轻 然后他是单向出口啊 他这边是入口 然后这边是封上了 这样可以放包什么的 也挺方便的 对 然后他这还有个栏杆在这边 大家为了做这个车 一定要用打车软件打 用Uber什么的 然后明码实价的比较好 坐着比较安心 如果说你自己随便便在街上栏啊 他多少钱都可能给你要啊 像我这次68卢比 他有可能给你要200卢比 也有可能啊 由于语言不通啊 如果说咱这刷起横来 你一点招都没有 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 大家一定要出来小心 想体验的话就要用打车软件啊 这个地方呢 相当于印度的上一条街了啊 然后只是 像我之前说的 印度他没有商场这个概念 他很多东西都是平铺在外面的啊 所以说他这个上一条街 也都是在外面的 对 然后 就很confuse 老实讲 非常confuse 然后你看这个人最多的 看着像商场啊 实际上不是 这个是电影院 我们现在马上去的那个地方 是一个西克 西克教的一个庙啊 因为我这次没有办法去到阿姆利泽 所以说 没有办法去看到金庙 我就在这边看这个庙 就他俩格局差不多 对 只是金庙比他更出名一点 但是因为没有办法去嘛 所以说算弥补一下我的遗憾啊 这个地方呢 叫做班格拉萨 萨西比捷石所 我再说一遍 就是班格拉萨西比捷石所 对 它是一个西克教的这么一个 庙 我是这么理解 西克教的一个庙 对 它是24小时都开的 然后每天都开 如果说男性 你要进入到里面的话 就是进入到他的圣殿里面的话 你还需要蒙头 就是蒙一个头巾 就把你头罩上的那种 对 OK 它里面就这样 然后人超级多 然后这 一般西克教里面的这种圣所啊 它都是 无常为任何人提供食物的 如果说你这边需要食物的话 它可以免费为你提供 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就是你每天都需要食物的话 他就每天都会给你提供 而且完全是免费的 对 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啊 包括早期的乔布斯 他们在印度流浪啊 这个真的挺夸张的 就是因为他其实就来这种地方 然后 可以得了免费的餐 就是他会 供免你 哪怕就是说你对这个国家没有任何贡献 对他这个 圣索没有任何贡献啊 但是他依然可以无常的供养你啊 我觉得这就是印度精神的一部分啊 你看 所有人都蒙着这个头啊 看到了吗 所有人都蒙着这个头啊 然后 游客也不例外啊 不论你是什么信仰啊 你想进去必须蒙头啊 而且好像还得把鞋脱了 我记得 对 看所有人都光着脚啊 所以说我这边也要蒙一下头 然后把鞋脱了 我看看去怎么去搞一条头巾啊 我找人问一下 OK好了我这边就好了 要带一个这个头巾 然后要脱鞋啊 你看我脚底下 对要脱鞋啊 然后我身后这边就全是人 他们都是在这边这个 来取头巾来脱鞋的 头巾是免费的 然后他那边有个框 你就可以自己去剪 你要喜欢哪个颜色 去剪哪个颜色啊 别客气 对然后这边存鞋的话 是有专门窗口 非常长的一排窗口 然后都可以存鞋啊 然后存小鞋之后 他会给你一个给你个盘 就像这样 对就像这样的牌子 对然后这个牌子上面有数字的 就然后你到时候 然后跟他们去拿 跟他们去拿你的鞋子就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正式进去了 我跟着人群走 我这个 不知道该往哪走 一脸蒙圈啊 然后大家都看我 可能我这个头巾围的比较帅 我刚刚本地人确认过 他说我围的没问题啊 我觉得我围的没问题 可能我这个脸比脸比较圆 我人比较头圆你知道吧 然后这个就是 然后这应该是圣索啊 然后大家都在这拍照也好 然后所有人都在这蒙着头巾啊 光着啊这边也可以取看到了吗 对就是像这样的 这个框里面 然后你可以随便取啊 男的女的都有 都混在一起 然后选一条你喜欢的颜色 合适的大小 你就带头上就行了 像我似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进去了 今天其实 今天是挺凉的 因为今天下雨嘛 然后这个地面都是大理石的 你看到了 脚特别凉 对我现在感觉很冰脚啊 然后我们先进去 里面的话我猜应该是 不太允许拍摄了 所以我就先进去看一下 我先问一下吧 门口 我刚刚问一下门口迎宾的那个 他说是可以进去的 可以拍的啊 那我就进去拍一下吧 对 然后我再确认一下 我再确认一下 OK Thank you 啊 他们可以 然后 哇 每个人都要点一下地啊 我都要点一下地啊 我看你 你来到这里 对 然后你去到Babaji 在Buggen Set 但是你后来不允许拍摄 你免得ặ 所以全由你 喔 我取得那些 所有人 我从中心 不必在 你就在这里 只把建築 这样 OK 我可以 我可以 谢谢 那你 他们跟我说 我不可以 这个 去 摆个某一个人啊 然后 我可以 啊 就是 拍一下这个 你的建築 可以拍里面的这个 一个 我可以拍里面的一个状态 对 然后现在里面就是很庄严 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现在的这个样子 看到了 然后他里面做了一个 就是很主要的leader 然后不知道该怎么称为他 然后我就没有办法拍他 我也没有拍他 为了孙众的话 我就简单的拍一下 这边的环境就行了 对 这就是这个庙里的 一个环境的情况 幸好我用的是小的机器 用的大机器 那个刚才那个老人家 他一定不是让我拍的 然后我就不多拍了 我就简单拍一下就走就好了 对 我比较紧张 我实在怕他们把我扔出去 你知道吧 对 然后这就是里面的样子 对 就是所有的信徒都坐在这边 然后聆听教诲 他们在唱经应该是 声音很好听 对 好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我特别想看到 就是他门前有池水 看到了吗 有一大池的水 然后非常漂亮 然后所有的人都会在这边 然后有的人会装一瓶枣 有的人会在这边洗洗身体 对 然后据说这瓶水 据说这个地方的水蛮神圣的 可以给家人 给朋友 给自己带来好运 然后其实在阿姆利德 又有个类似这样的庙 然后前面又有一池水 然后当时我最喜欢的一个电影 印度电影 就是天生一队沙子和汉演的 他当时就演过这个场景 所以说我对这个 西克教神庙一直都非常非常向往 哇 超级化 我刚才差点摔倒了 大理石的 大理石再加上水 巨滑 巨滑无比 你别说我带着头巾也挺漂亮 黄色挺喜欢我肤色的 然后这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它这个非常贴心 你看下面铺了这个垫 防滑 然后这个地方真的是蛮漂亮的 然后给你们看看我这边 非常漂亮的一个门廊 看到了吗 对 非常好看 然后我往里走一走 从里面往外看一看 然后这个门廊很漂亮 走在这个门廊里面特别有感觉 然后给你们看看门廊 我右侧的这滩水 这滩水池 漂亮吧 今天天气灰茫茫的 因为下雨啊 如果说晴天的话 这个地方很漂亮的 对 然后这边结束了 我觉得还还真的挺开心的 这种感觉挺神圣的一个地方 这个跟去清真寺也好 去教堂也好 然后去包括去佛教寺庙也好 都不一样的这感觉 然后所有的人都挺虔诚的 而且人很多 但是实际上却是一个感觉 去很静的地方 也算参与到了印度人的生活当中 也算小local了一下